來自台中的高貴已經連鎖第十四年 來到賣了的教頭和小基盤修改壓堆 結合到拼得在家的運動頂館所 來替小朋友帶來連鎖三天 政策而且還不用幾個壓堆 參加的人是這麼多 而且帶隊的各個很多 也透過陷阱的共同 合作更多人生動力和經驗 希望未來可以繼續合作 替小朋友帶來更加豐富的壓堆活動 有跳舞、有講過書 也有跟打鼓的確定 整齊的活動內容讓孩子都參加得很認真 來自台中的教會 特別來到不遼向教頭和小基盤修改堆 不但要跟他們拼得到有的重要 還有結合在家的訓練 讓他們可以學習到某某的在家的記憶 那我們舉辦的營會活動呢 是把品格跟才藝結合在一起 主要的也是希望透過這個營會活動給孩子們 不僅有遊樂、學習的機會、才藝的收穫 還有內在品格的成長 三次的活動都由各個很多插隊進行 讓他們還是要怎麼來插隊和他們學習的東西 不但跟小朋友緊緊緊 也讓他們在到豐富的教學經驗 讓他們留下美好的記憶 我覺得這三天的課都很有趣 而且哥哥姐姐們都非常的好 我感覺很好玩 然後又可以學到品格 還可以學習如何做東西 這三天跟孩子們相處其實非常愉快 然後也感受到小朋友的熱情跟活力 我覺得喬頭過小的小朋友非常棒 我很開心 我在籃球班裡面學到了運球、投籃 然後還有體操 然後也玩很多關於籃球的小遊戲 我覺得很開心 教學到教學校已經是連出了第十四年 合作基盤押堆 不就是希望小朋友到過押堆 可以學到跟學校不一樣的體驗 未來就是希望繼續合作 體驗哪帶來精彩豐富的課程 所謂的來了五十個學生 可是來的家長超過一百位 為什麼呢 連同阿公阿嬤會一起來 這個就是讓我們感動的地方 也是琳朗堂辦這個活動的一個非常成功的 所以學校一直希望他們能夠持續過來 不要把學校給忘了 在四個期間會有免費 又有特別的藝人會參加 讓小孩都吃丁秀這次機會 在庫廷裡面所核實到的記憶 也會幫助他們在未來的人生 有不一樣的幸福會發展 記者 藏一提 彩虹報導